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叫瓜瓜 前几天我国内的朋友给我发了一些问题 想了解柬埔寨跟中国的不同之处 第一个问题 我在柬埔寨生活了多久 以及从事的工作大概是什么 我在柬埔寨一共是十年 今年是第十个年头 在这边学习柬埔寨 毕业了之后呢 创办了华人信息杂志 创办了五年 一直到2015年底的时候 我们开始转型做了房地产还有猎头 然后第二个问题 在柬埔寨风俗习惯 跟中国有什么不同 不一样的差异 第一个先从打招呼的方式 本地人打招呼的时候 是何时礼 像我这样 像Jumripsu 柬埔寨的你好 这个何时礼是要看对象的 跟国王打招呼的话 你的手一定要举过你的头顶 那就是这个位置 对 这么高 如果是平背之间 我们一般就平胸 对老师或者是你尊敬的长者 那么你就得在鼻尖这个位置 还有像手向高僧也是 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要到奥头这个位置 合室礼完了以后握个手 第二个问题 不一样的地方穿着 节目寨人的穿着 其实普通老百姓 很正常跟我们国内的汉族 都没有什么差别 办婚宴的时候 主要会穿民族服装 甜语叫哥奔 还会带一些水布 然后本地的首饰 然后从头到脚 都会把自己打扮得金光闪闪的 也会化浓妆 黄金白金 穿的衣服都是以手工制作 上衣穿得很紧 然后下身就直筒的裙子 看起来还是挺优雅的 比较庄重 跟我们古代的服装有点像 在上里的时候穿白色系列 然后在胸口上会带 用布来制作了一种白色的花结 袖口上都会有镂空的装饰 都是白色的 下身是黑色 要么也是白色 他们在上里的时候呢 有一些还会化妆 在国内我们都会觉得 化妆可能是不太尊敬趣事的家属 但是呢他们还是要化一些妆 这个就是我觉得在柬埔寨跟中国人 在服装方面的不一样之处 再说一点就是鞋子 柬埔寨是属于热带国家 几乎每一个人 任何一个场合都会穿人字脱 一个是太热了 另外一个方便 在柬埔寨这边 比如说寺庙 它是不能穿鞋子进寺庙的 你一定要把鞋子脱掉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去拜访 去亲戚朋友家做客 你也是需要脱鞋 所以穿人字脱比较方便 第三个问题柬埔寨这边 主要是咖喱 还有这个高棉食物为主 那高棉食物呢 最明显的就是 不会像中餐那样 就是一炒 蒸啊煮啊之类的 他们的蔬菜生吃 他们主要是以酱为主 臭鱼酱 臭虾酱 臭螃蟹酱 像生螃蟹 生虾 生鱼之类的 把它制作成各种味道很重的酱 拿蔬菜来包裹着吃 这样的吃 其实还是挺好吃的 那另外一类就是高棉的咖喱 高棉的咖喱特别好吃 他们最主要的两大食材 就是咖喱 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 以酱酱为主的蔬菜 然后肉类的话 包括鱼类也是 海鲜类都会烤着吃 制作的过程不会太复杂 这个国家 国际接受能力特别好 民众都非常友好 然后另外一个 我的朋友问到我 就是说在金融寨这边 有什么禁忌交流方面 需要记住什么 两个方面来讲吧 第一个就是 来到这边工作的 我们的同胞 目前来讲 大部分是以建筑方面 出来扎道 可能很多东西不太了解 他们没有了解过 柬埔寨的文化 所以来到这边工作的时候 就会让本地人 存在一些不好的印象 经常会逛着靶子 逛街吃饭随处抽烟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不好 他们坐嘟嘟车的时候 也会抽烟 马路边住宅区 叼着烟就在路边上走 这一点他们 对我们意见特别大 另外一个抽烟也不看场合 不管是小孩 还是孕妇在场 他们也是早上抽烟这样子 然后大声喧哗 大声说话 这方面给柬埔寨人的印象 要糟糕一些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在国内很习惯 戴着太阳镜 墨镜跟别人说话 到这边有一些场合是不可以 寺庙去朝拜 你一定要把你的墨镜摘下 帽子摘下 不能带这些东西进寺庙里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先做一下了解 做下攻略 然后再去他们的景区旅游